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 又到我們電影有毒 這個星期就是2017年9月20日的《解日外題》錄音 計算是145次 厲害,你都這麼記得 我們今次有個主題 主題是什麼呢?張慧翔? 大家眼睛就會看到《神秘學與電影》 有投資,有網上資料 何解會有這麼多資料,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我和你都有份搞 因為在11月的時候 會有一個電影節的專輯 有一個叫《神秘學與電影》 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影評人之選》今年的第二個 最特別的就是《神秘學》 你當然選《神秘學》這個題材 是不是你自己有感而發覺 最近很多電影都是和《神秘學》有關 還是一些其他原因呢? 我選這件事當然 試一下到底是否時候說這件事 當然我們不如看電影 甚至你給了一句說話 我們做的五個《神秘學》的一個題目 是你給的 就是電影《肯定是神秘學》 這句說話其實在我們看電影 我們這類影迷來說 是 真的由《荷里活》的《《超學英雄》片》 到一些藝術片 有些東西好像不明顯的 那些電影其實都可以放在《神秘學》這個範圍裏面 所以我們試一下搞清楚整個概念 令到日後影迷看電影的時候 多了一個方法去理解整件事 講一講一講 但當你一段都叫《神秘學》 以及我們這個電影影評人之選 已經搞了很多年了 有沒有阻撓呢? 因為《神秘學》可以觸及到很多 會不會有人說 你搞這個盜人迷信 有嗎? 我前幾天遇到一個朋友 他開玩笑 把這個《神秘學》電影叫做《邪釘電影》 你想想 我們是有盜人迷信之嫌的 是你認為有沒有? 外面看一件事 但我們搞得好就沒有 但你剛才說的時候 就好像覺得自己是有的 沒有 所以我聽到這句說話 我覺得很好笑 但也是一個境界 我們其實真的從來都不會用迷信 還有還有一件事 因為我們這個影評人之選 已經搞了很多年了 而且這麼多年裡 我們也有一些 跟政府也有合作 其實有時候 當他們篩選一些電影 他們都會有一些要有意見 這些敏感的時候 你會發覺可能他們都會有一些提議 我覺得 何解 現在你會講這個敏感的題目 他們都這麼順利通過 他們都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想大家 我不管你是官僚 或者你在行政的處理方面 去看整件事的時候 你都自己去想想 一方面 到底這件事是否敏感 剛才我們所說的那件事 但也有利的方面 會不會感覺到 這個時候說這件事 好像沒有人說過 又好像很新鮮 又好像沒有人 但又好像很普遍 事實上 我跟政府的朋友也有溝通過 其實他們都很慫恿 都覺得這個時候 說這些題材很好 我學解一下 肚肚戲也經常說這些 還有很多年輕人 對這件事都有些關心 如果你在那個 不去找一次做一個題目 好像是勾不勾 他們都有這種看法 因為你會看到 我們今時今日在電影 或者很多潮流裡面 怎麼都會觸及到一些 例如陰謀倫 或者是神秘學 或者是外星文明 什麼都有 還有我們這裡是花瓣 你看看這裡全部戲 我一看過去 其實沒有哪一套 不能碰到神秘學 或者陰謀倫 那全部戲 就是別人選擇 一看都沒有 因為其實一講到神秘學 就相當之多 而且我覺得這個星期 我們今次也是藉著神秘學 要電影的題目 想跟大家講講神秘學 因為一講到神秘學 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研究電影 都將神秘學裡面 其實有另一種更加深入的看法 尤其是我和你都是電影人 你會發覺在電影裡面 怎麼都會觸及到很多 神秘學範疇 會觸及到很多元素 但那些元素 就未必一定是V混混 好像你遇到那個朋友 那個朋友說 搞一些邪釘戲 可能他不是太看電影 所以他講邪釘 你會發覺其實我們一查看 就是電影史一開始 你都可以說是邪釘戲 有什麼奇怪的 無緣無故看到火車到達劇場 那這些是不是邪釘戲呢 電影就是神秘 電影就是邪邪的 就是不真實的現場裡面 你會看到一些遠在他方的紀錄片 都可以這樣投射出來 或者你拍出來的電影 觸及很多元素 所以這個神秘學 我覺得加上課程 就可以跟大家大開眼界 就要做一個專題 跟大家說一說這個 神秘學與電影 我們通常在第一節 都找到一個頭淡湯 而頭淡湯 就是跟著會上映 而且我們現在可能習慣了 跟著主題也有關係的 一些頭淡湯氣 那我就選了一部 張慧雄你是未看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有什麼神秘 所以你再說一說 這部 這部 應該 這個不是劇照 不是劇照 大家看到是誰 維多利亞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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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我們香港來說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還未改名 還是維多利亞國 維多利亞公園 曾經被人淋紅油 對 你不要這樣好像有些針對性 好像想減大 我想讓大家有些回憶 你也很記得 有一個《皇后大道》 羅大佑也唱過那首歌 你有沒有聽過 《皇后大道西》 《入皇后大道中》 這個我覺得 是香港之歌 《皇后大道》 我們差不多 這個節目播出的 一兩個星期左右 有一部 新作 叫做 《維多利亞女王 嘟嘟 日不樂奇緣》 是否日不樂奇緣 這部電影 基本上 我想在戲院看預告片 已經有很多片段出來了 《真人真事改編》 《真人真事改編》 原來是 我們現在的 英女王的祖母 維多利亞女王 之前是歷史上 當政最久的女王 現在不是 現在伊麗莎白女王 已經取代了她 但這個女王 她有很多傳奇 之前也拍過很多電影 但其中這一部 我後來查一些資料 原來這個 《真人真事》 都是很有趣的題材 原來維多利亞女王 當她在晚年的時候 她認識了一個時從 是一個印度來的時從 有兩個 其中一個 她覺得這個時從 第一 相當之幽默 第二 她有很多 叫做印度的文化 因為她是印度女王 當時也是一個殖民地的時代 她是 Queen of India 她有很多印度的文化 她很想了解 於是結合了這個故事所說的 他們有一段 亡年之間的友誼 但這種友誼 也引發了很多 在英國的皇室 說沒有大沒有小 而且印度 對於這個 這個男主角 這個男主角 基本上 我找回她的名字 告訴大家 不過看到我都不懂得怎麼讀 但她就是 《打死不離三兄弟》 其中一個 就是《狂野極速》 第七集她也有份做 《英女王》 大家都熟悉 做過很多次女王戲 Judy Danch 她是鐵金剛 M 我覺得這部電影 第一 真人真事改編 我後來查了一些資料 我發覺她很認真地說 但是 這部電影 為何與《神秘學》 沒有關係呢 第一 她就是 其實這部電影裡面 因為這個導演 也拍過很多 例如《皇上》 《冷壞儀》 還有最近一部 《走音歌后》 都是她拍的 她對於這個故事 找回了很多新的資料 因為 在2011年左右 也找回了這個印度人 她自己的日記 然後加上一些新的資料 將整個故事拍出來 這個故事 如果你看到的時候 從一個叫做 《情報學》 《陰謀論》 那裡 講出了很多很多很有趣 就是在那個時期 第一 原來 如果你看到維多利亞女王 她可以說是 漢諾威王朝的最後一位君主 因為漢諾威王朝 她後來傳給她的兒子的時候 那就是另一個王族 而在那裡她暗示 因為傳了過去的時候 就是整個由十六世紀開始的 英國王朝的那種風光 都已經可以說 提出是告一段落戲 而且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部戲 她碰到維多利亞女王 她就是因為她的丈夫 阿里北親王就很早就過身 她本身 她對於整個朝廷 很多官員都非常不滿 但她在裡面 她作為一個女王 但她也有很多 有很多覺得很不清心滿意的事件 裡面有很多細節的元素 藉著現在的電影 說回那個時期 有很多中落了一些 影響到後來二十世紀的影響 後來印度就變成了一個獨立國 甘比甘比的出現 亦都暗示了 譬如裡面有很多典故 因為英女王覺得 印度的事從介紹了她 你知道如果想說水果 King of the fruit 大家都知道 果王 我們香港的果王 就是榴槤 the cream of fruit 但我小時候是芒果 芒果是Clean of the fruit 芒果就是果侯 果侯 她介紹給維多利亞女王 那時候知道 她說 我還沒吃過芒果 英國沒有的 但印度就說不行 我要找一個吃個芒果 但芒果 Mango Mango是什麼呢 男人走開 Mango 你會看到 這個戲本身 這個導演奴火純青 因為她發現了 皇上有懷疑 或者走音歌後 你會發現她對於英國的文化 她自己有一個獨道的見解 而且她藉著這個皇朝 這件事跡 她就多了很多 她自己放了一些新的元素出來 而藉著這個故事 她裡面有很多訊息 告訴大家 她說 今時今日 我們看過英國 她是一個這樣的世界 但當時 如果你再回歷 那時候的歷史 她還下了很多 很多 很多 因果的關係 所以這部戲 第一 我剛才說的 你如果用一個 叫做 情報學 神秘學 裡面 有很多 有趣的元素 但是 始終戲 用娛樂片的角度 我覺得 男主角 選得相當之後 女主角 就無可否認了 她已經越老越辣了 而且這部戲 我覺得她的景色 也拍得很好 所以作為頭淡湯 就是介紹給大家 作為這個 神秘學語電影裡面 這個叫做 頭炮的介紹 但是 說回來 這個神秘學語電影 其實我們選了 有六部戲 我想 現在剩下一點時間 交給 張偉雄 你選擇的過程 用什麼角度 去選擇 神秘學 因為戲也有很多 當然 六部創作者 每人選一部 是有一點分雲 那樣東西 什麼都能碰到 即不是分豬肉 是分雲 是的 重頭那部 也是我們的頭炮 就是《2001泰國漫遊》 這個是 叫做 鎮住了 因為我們可能 美猴那些比較冷門 變成我們現在 叫做 當之無愧的戲 我覺得《2001泰國漫遊》 就跟 《Holy Mountain》 是屬於 叫做 一說出來 不是神秘學語 變成了 這一部 就是我們的頭炮 由阿登陶負責去介紹的 厲害的 這部戲 因為到今時今日 而且這個 我看到它 是新的版本 我再看一次的時候 這個效果 是 它保留了 菲林那時候的那種影像 但是它將數碼化之後 盡量去跟隨圓著的色彩 我覺得它比亞 比利克的另一部 《Berry Lindon》 其實那部也很好選擇 那部就差了一點 因為那部變成高清 新的數碼版 《Berry Lindon》 都是一個在現實裏面發生的事情 而且《Berry Lindon》 你一定要在菲林那裡 去看那個版本的正 但是《2001》 其實到今時今日 它的題材 到現在都還有尖銳性 我說我對《2001》 那個所謂認識角成 當然我小時候看的時候 有些東西不知道為什麼 不明白的 到了進入時間 慢慢醞釀 接著到電腦開始 很多資訊的時候 我記得我十幾年前 就開始 抬這個關於《2001討漫遊》的 外國人 外國影響人 外國學生的資料 真的抬整個月都抬不完 就是變成這部電影 所帶出的那種思維 真是每一代的電影學生 用電影的角度也好 或者用怎樣解通它的角度去看 這部電影絕對是首項功課 沒有人有異議 而且《2001》《淡漫遊》 我們都在等待 它本身有四個故事 《2010》也拍了一部電影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淡漫遊樂性豐富》不足 《史丹利·卡比利卡尼》 但我說不是的 那部都相當之好的 但它是《2064》 然後有一個叫《2060》還是《2064》 它是為電影再重新寫過故事 因為我們《神秘學語電影》 無論如何都會觸及到原著小說和電影 或者其他媒體的原來是很相關的 所以這次《神秘學語電影》 有多全面和深入展出 就是告訴大家 你喜歡看電影 或者喜歡看書 你知不知道它們用媒體的角度來講 其實它是影響我們的文化很關鍵 如果你多知道 你會更加覺得看電影和看書很有趣 我們現在做了一個開頭的印字 接下來第二節 可以深入地講解這部影片 《青蟎鹽聲》 感谢观看